天豪公開課 抵著一座李順成銅像 這座銅像連基座共高17公尺 銅像右手拿劍左手插腰望向南方 銅像基座正中央還有一艘龜甲船機兩座名戰的軍骨 我曾經到現場看過一次 確實是威風凌凌 2003年服役的南韓水軍KDX2型驅逐艦 命名為 這是大韓民國的態度 那北方的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呢 同樣遵從 在1950年7月也就韓戰剛剛開始不久 北韓就設立了李順成勛章及李順成獎章 授予立下戰功的海軍官兵啊 你可以這樣理解 中武功李順成就是韓國的粵武墓粵王也 說來也巧 當年宋孝宗平反莫須有冤案 曾追政太師追封惡王 並改世中武 不知道精通中華歷史的朝鮮官員 在考量4號時是否參考了約武墓的待遇啊 但是單論兩位的事蹟 絕對都當而起這種尊崇啊 這兩位都是貨真價實的民族英雄啊 可謂是垂名萬事不朽如斯 俗未攻死靈靈如生啊 約武墓的事蹟大家都很熟悉啦 今天讓我們來細說李順成吧 李順成自邪辱生於1545年 所以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他已經47歲了 李順成的家族是荊棘道大族得水士 先祖是朝鮮一帶大族立古先生李爾 這是什麼樣的人物呢 大家對朝鮮歷史不熟悉 我給個參照讓大家好懂一點 2006年發行的新版5000元韓元紙幣 正面的肖像話就是這位李爾先生啊 能上鈔票封面的人是什麼歷史地位 大家應該就清楚了吧 說來李順成也算是家世顯赫啊 本來應該一帆風順的 可惜到了李順成父親這一輩 因為被政治鬥爭殃及的關係 發生了字面意義上的家道中落啊 不過中落歸中落 家學還是很淵源的啊 幼年的李順成就文武雙全 不但寫了一首漂亮的毛筆字 還熱愛製造弓箭 然後呢在村子裡到處射箭 那些年跟他一起在村子裡為非作載的小夥伴裡 有一個叫做柳成龍 請大家記住這個名字啊 這是改變朝鮮命運的大人物 在朝鮮李順成這樣的官員子弟 出路是很確定的考科局啊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1576年 他32歲那一年 他考上了秉武年武科 開始了自己的當官之路 李順成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波浦萬戶 波浦位於全羅道是重要的水軍基地 此後李順成就跟水軍結下不解之緣啦 看起來李順成的仕途有個不錯的開端啊 然後呢然後就很悲劇了 主因當然不在能力啊而在性格 李順成的個性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啊 而且非常耿直從來不賣喪屍的面子啊 曾有長官交代提拔某某親戚當個小官 李順成毫不顧忌當庭與之爭片公開撕破臉啊 唉有這種個性的人混官場 遭遇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啊 很快的李順成就罷官回家做了十年冷板凳啊 直到1586年上司才想起他 任命他擔任思僕寺主部前往造山灣任職 唉別誤會啊這可不是什麼守得雲開見月明 這個造山灣位於閒進到北部沿海 而且靠近邊境經常要與女真人打仗啊 被派去那裡與其說是當官不如說是流放 在當地李順成的遭遇可以說是他一生機遇的縮影 在造山灣服役期間他展現出了驚人的軍事才能 他又捕了一名女真酋長予以其乃 這當巡查史正彥信大為探服啊 把他調派到當時直接面對女真部落的陸島去負責屯田 這裡可是三不五十就女真人越境搶劫的危險地帶啊 果然很快的女真人就來了 趁房軍不注意盧走了大批的婦孺啊 李順成親自開在追擊救下六十餘人 自己還身中一箭可謂是立下汗馬功勞 結果呢 結果曹廷非但沒有認定他的功勞 反而把女生的入侵說成是他的挑釁造成的 削懼他的官職讓他白身從軍啊 這到哪裡去說理啊 後來雖然有人為他平反 但是也沒有官復原職 史書沒有記載李順成這種遭遇的因果關係 但是從李順成的微觀之道來看 我們大概也能猜出原因所在 直到四年後的1590年也就是日本入侵的兩年前 改變李順成與朝鮮命運的機會才終於到來 這一年李順成忽然被提拔為真島軍首 真島是朝鮮第三大島附近有兩百多個大小島嶼啊 這一次的派任讓李順成重掌水軍 這還沒完李順成還沒復任就接獲通知 朝廷又升任他為加利浦千劫志使 這是怎麼回事啊 熟悉官場運作的朋友應該已經猜到了 這是上面有人要重用他的征兆 問題是李順成這種個性 他不得罪長官就謝天謝地了 哪來長官照顧他呢 還記得我們之前提到的 跟李順成一起在村里導彈的小夥伴柳成龍嗎 此時柳成龍已經官拜左翼政撫避大臣 在整個李朝位居第三 只在國王李延和領翼政李山海之下 以這種地位要提拔老友李順成 那當真是毫無壓力啊 那麼這是尋私舞弊走後門嗎 還真的不是 李順成是朝鮮高官當中 極少數察覺日本企圖的人 此時各種情資都顯示 日本即將侵略朝鮮 事實上當時的日本早已進入準戰爭體制 那時的日本沿海隨處可以見到造船的工坊 平均每天都有一艘新船入海起航 鐵砲工坊裡工匠有序的打造鐵砲 威額的名護屋天守已出艦出行 來自日本全國的軍隊正在集結 兩朝與之眾車隊落役不絕 此時身在日本的明朝子民 已經有好幾封告急信送回明朝通報此事 而在多個沿日本海的朝鮮港口 漁夫們也都對此事議論紛紛啊 可惜不管是朝鮮還是大明朝廷 對此都熟視無睹 除了柳成龍 由於朝廷黨征嚴重 柳成龍無法公開備戰 否則必然成為政敵攻擊的劍拔 所以他只能暗中準備 而讓李順成重回水軍任職 就是他所做的最好的準備啦 最終柳成龍推薦李順成就任全羅道 左水軍截渡史 這是正三品的實權軍區司令 是後來李順成率領軍隊解救國家的基礎 不過此時距離日軍登陸已經不到一年了 讀史書到此不禁想到 如果柳成龍沒有事先做好準備 朝鮮的命運會如何呢 恐怕撐不到李如中抵達 就被日軍滅國啦 事後來看李順成辛苦的 前半身官場顛簸 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 多年基層帶兵的歷練 讓他累積了豐富的實戰經驗 在李順成參與的所有戰役裡 他永遠站在最前線 李順成總是準備大量與劍 隨身攜帶 每次打仗 他都輕率麾下輕微隊迎敵 讓普通士兵知道 主帥的位置距離敵人只有一箭之隔 這種跟我衝的帶兵風格 是李順成穩定軍心的秘訣 當然啦 這種風格也預示他最後悲劇的結局 說完了李順成的人 接著當然得多說船啦 在街掌全羅道水軍的這一年裡 李順成除了以日本正規水軍為假想敵日夜操練水軍之外 他還著手改造朝鮮既有的龜船 龜船並不是李順成發明的 這種戰艦起源自中國的蒙充鬥劍 傳入朝鮮之後 因為形象近似烏龜因此得名 早在1413年 朝鮮水軍就曾經用龜船對付過日本水軍了 只是當時的龜船主要是剩在防禦力 李順成則開始思考 能不能在龜船上配置箭載火炮增加攻擊力 當時的朝鮮火炮發射的是長片箭 這種炮彈形狀類似火箭彈 箭頭用鐵簇包裹 射中之後可以釘牢在敵方的箭支上燃燒對方的箭支 當時的船隻多為木製 如果被這種火箭釘上極易被焚毀沉沒 殺傷力相當可觀 所以朝鮮水軍大量裝配這種火炮 有天、地、玄、皇、聖五種不同的口徑 可以說是制式武裝 但是李順成經過研究發現三個缺點 一火器數量還是太少缺乏決定性的殺傷力 二戰術思想太落後 只是把火器跟弓箭當成輔助 決勝手段還是想靠步兵接旋戰 三戰艦防護力和平衡性不足無法抵消後座力 在戰場上這輕則影響射擊精度 重則會讓船身解體 這個是致命的缺點 總而言之在李順成改造之前 龜船只是一種運輸艦 而不是真正決勝的主力戰艦 是李順成改變了龜船在戰場上的用途 當過項目經理人都知道 提出正確的問題遠比提出解決方法更重要 李順成既然已經看出這三個缺點 他當然就能完成改良了 李順成想到了 是結合當時朝鮮尖端軍工技術的新式龜船 新式龜船用120毫米的厚木板作為拱頂 還在外層木板上盯著許多銳利的尖刺和六角形的假片防護 整個船體沒有落入在外的顯板 這種設計讓任何想跳上龜船的對手都像是在自殺 你可不要以為這很簡單 要把這麼厚的木板彎曲成固定角度 還要跟其他部分保持密合 這在造船工藝上絕對是個大挑戰 李順成想出的解決方案是 牽接法 將外板分成許多短部分 彼此相牽 彎出弧度後再用樹板加以固定 等等 龜船不是鐵甲船嗎 怎麼說的都是厚木板 答案很簡單 龜船上並沒有覆蓋鐵板 理由有兩個 成本考量跟耐久度考量 要知道 以當時的野精技術 要製造出覆蓋整個龜船表面的鐵板 成本實在太高了 造價驚人 如果真的搞成鐵甲船的話 數量肯定多不了 大軍對陣只有兩三艘鐵甲船 效用不大 再者 龜船要在海上長期作戰 當時的野精工藝做不出防鏽鐵板 要知道 當時的朝鮮木船連鐵釘都不用 只用木釘或石灰粘合 當然不可能用易袖石的鐵板當主要材料 防禦說完了 再來說說火力 龜船左右各設12個砲口 船頭上還有兩個砲口 龜尾也有一個 這個是相當驚人的火力配置 要知道 當時日本最引以為要的安宅巨艦 也不過裝了三門砲而已 更驚人的是 龜船在箭手還有一個龍頭 這個龍頭可以噴射硫磺氣體 製造煙霧來擾亂戰場 龍頭裡還有一門火炮 當龜船貼近敵人戰艦時 可以來個零距離設計 龜船的船頭也不採用減少海水屬力的銳腳 而是改成一個寬大的平面 這種設計雖然減慢了龜船的行進速度 但是卻可以在接近戰的時候迅速掉頭 後來的實戰證明 這是殺手級的設計 最後是動力部分 龜船的底層安放了兩排共20隻船槳 美魯4人總共80個划船手 能達到均速4節全速7節 聽完上述的解說 你應該能想像出李順成的戰法 強調瞬間破壞力和高機動性 同時限制敵人進行街弦戰和肉搏戰 那麼既然龜船這麼好 為什麼別人沒想到呢 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太貴了 即使只使用後木板 一艘龜船也還是需要配備大量的火炮跟操作手 而且還要消耗大量的銅鐵資源 因為就算不使用後鐵板 也是必須要製作鐵釘、鐵鏈、毛槳 還有貫穿環等等消耗品 這種高昂的成本讓別人望而卻步 就算是李順成自己下了大決心跟大功夫 花費一年的時間 也才總共造出一艘而已 這艘朝鮮水軍的第一艘新式龜船 在1592年4月初才正式下水 當時李順成還不知道 就在龜船下水的那一天 日軍的第一軍團正好勁敵釜山港 龜船的生日 就是宿敵出現的日子 如果這不是命運 什麼是命運呢 不知道大家聽完前半段的故事 對李順成的作為有何評價 讀史料讀到這裡我個人覺得 只能說是時事遭英雄 在日本入侵之前 李順成就是一位禁止的好軍官 但是跟英雄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真正讓他成為民族英雄的是 友軍的襯托 讓我們來看看李順成一生最大的對手 援軍的故事 1592年4月13日 由於朝鮮方面毫無準備 日軍在一天之內 就攻陷了 Book 山港與附近城鎮 eters通機一轉 蝴深正 siempre 在城頭上身重數塔 力戰殉國 雖然不能挽救國難 但是他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相信之下 附近聚蹟島上的 沏相道隨使援軍 卻做出了非常無恥的事情 他手底下有100多艘戰艦 負責拱衛附近海面 當日軍避海而來的時候 他幹什麼呢 逃跑 而且在跑路之前 还做出了一个令中朝日三国历史学家都唾骂的决定 下令把麾下一百多艘战船造成 连同船上装载的火器一同沉入大海 我读了好几本相关著作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 除了史诗级的愚蠢与胆怯 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理由了 不过对照此人前半辈子的战绩与后来的表现 这也说不通 要说胆怯嘛 援军幼年时就表现出相当优秀的军事天赋 武科集地之后呢 还曾参加讨伐女征的军事行动 多次作战非常勇猛 在朝鲜王朝实录的宣祖大王实录当中 多有记载 这样的人没有理由当了水军将领就怕死啊 要说愚蠢嘛 他后来靠着陷害李顺臣夺取后者的功劳 在朝鲜官场扶摇直上 最后成了三道水军统治史 相当于海军总司令 总览朝鲜水军的统治权 战死后还混到了追风元凌军 加上一等宣武功臣的待遇 要知道 这个一等宣武功臣的待遇 在这场战争中 朝鲜只授予三个人 另外两个人就是李顺臣跟权力 都是实至名归的朝鲜护国英雄 唯独这位援军 凭他的战机 如果不是有过人的专营拍马能力 不可能获此殊荣 像这样的人应该不至于愚蠢 但是不管动机如何吧 援军还未接敌就亲手 葬中的朝鲜三分之一的战舰 说是国贼 也不过分 他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贡献 大概就是自毁长城之后 火珠派副手李云龙 别怀疑真的是这个名字 独自驾船前往沥水 去寻找李顺臣求援 接下来就是李顺臣光芒万丈的救国壮举 李顺臣当时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战况呢 当时日军第一军团已经包围汉城 在三八线以南 除了这座孤城与李顺臣的水尸外 朝鲜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成见制的战斗力了 而残暴的日军在朝鲜烧杀抢掠 单单是在釜山就屠杀了三万多民众 那么双方战力对比如何呢 李顺臣手头上只有板屋船24只 甲船15只 暴坐船46条 龟船一艘水兵2000人 而他的对手则是兵力9200人 大小战船700余艘的日本海军 那胜负如何呢 玉浦湾海战 这里是援军制成战舰的地方 也是日军水尸的囤住地 李顺臣有44艘战舰 他自己的40艘援军的4艘 日军有50余艘战舰 指挥官是藤堂高虎 不过开战时 藤堂高虎正带了手下在陆力上抢劫 李顺臣领军冲向毫无准备的日军 击战约三个时辰之后 日军被击成26艘 李顺臣获得第一场大胜 玉浦大劫 可惜在获胜回基地的路上 李顺臣接到一份报告 汉城失守 王师西兽 这意味着朝鲜半岛南部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友军 还好还有李顺臣 让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 这场玉浦大劫 从战场的角度来看 这场战役属于突袭获胜 那些日军战船上 几乎没有什么水兵 因为当时日军获得空前大胜 差不多所有人都上岸抢劫去了 朝鲜水军面对的 基本上是演习时的靶船 当然是吹枯拉朽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 意义就很大了 日军总计被歼灭了50多条船 其中大部分都是运输船 上面的补给都喂鱼啦 这张日军的进击速度 不可避免的缓慢了下来 毕竟日军当时已经是冷热兵器 混合军团了 粮食什么的可以在朝鲜农村抢劫 但要补给却必须依赖日本本土运输 李顺臣最大的战果 就是打断了这条运输补给线 不过李顺臣的大胜 最大的意义还是在政治上 他让朝鲜人在三崩般的溃败当中 获得一线光明 他证明了日军并非不可战胜 这张日军占领区冒出大量的朝鲜异军 跟这些侵略者打起了游击战 如果没有这场胜利带来的勇气 朝鲜能否撑到李如松渡江 都很难说啊 当然来一场胜利无法扭转局面 李顺臣的奋战才刚刚开始 四川大捷 集会写版安置的十三艘官船 请注意啊 这可不是运输舰 这是正规军舰 唐普巷大捷 集成九条官船 十二条小早船 还有巨舰安宅船 安宅船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舰种 有点类似龟船 只不过龟船留的是炮口 安宅船留的是枪口 火力不是同一个等级啊 集成这艘安宅船的过程 很可以说一说 因为这能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 龟船的火力 还记得我们说过 龟船的船头藏着火炮吗 在这场海战当中 龟船靠着迅捷的移动力 冲进地震中心 紧贴着安宅船 来了个零距离射击 悬置铁冲的铁制弹丸 一炮就把船楼轰塌了一半 还顺手击毙了船上的来岛通久 如果你像我一样 热爱光荣出品的大航海时代系列 对来岛这个姓氏 应该会特别有感 当时的日本水军分为新旧两部 旧部就是被秀吉收编的海贼 主要有两批 酒鬼加龙的熊野水军 来岛通种的村上水军 新部就是秀吉派亲近组建的新水军 之前提到的血板安治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两批人当然是不会合作的 这也给了李春成各个急迫的机会 唐相浦的大胜 证明朝鲜水军对上日本正规水军 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让朝鲜水军实习高涨 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 李顺城的舰队找遍了附近水域 甚至挺进到了日军舰队的主要囤住地 加德岛 任是一艘船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都跑了 加德岛距离浮沾极近 这个岛上都不设防 说明日本人是彻底被李顺城打怕 通通溜溜球 不过李顺城头脑很清醒 他知道自己手上这两千多人 海战没问题 一登陆可就未必是日本人的对手了 所以他没有继续攻打釜山 而是下令返航 撤回沥水基地 诶等等 前面不是有提到援军的四艘战船吗 他有什么战机吗 援军的作为是这样的 开战时在后方固守 战胜后带队收集倭寇的首级 以便向朝廷报功 唉 在接下来几年当中 这种情况不断的出现 就不再追溯了 总之 加上后来的咸山岛和安古浦大捷 李顺城的战机是 集成敌舰200多艘 这是军三分之一的战力 而他自己的损失有多少呢 战死19人 受伤117人 血板安置 酒鬼加龙 加藤加明 这几个被秀吉寄予厚望的海军大将 连续被李顺城击溃 从此日本船只在海上见到李顺城的旗帜 无不望风披靡 自海权彻底为朝鲜所控制 此后直到明朝与日本达成合议 双方再无大规模水战 这不是救国英雄 什么是救国英雄 李顺城的贡献是货真价实的贡献 他一连串的战果打断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要知道 朝鲜半岛南部多山 陆地运输非常困难 秀吉起初制定的补给计划是 日本水军沿全罗道西径 与陆军配合行动 工程掠地靠陆军 补给任务靠水师 请注意 这是非常合理的设计 300年后的甲午战争跟日二战争 日本军方依然采用这种策略 不过那个时候朝鲜已经没有李顺城了 在万历朝鲜战役中 朝鲜方靠着李顺城的奋战 牢牢控制住了朝鲜半岛西部的制海权 这档日军只能从地形最崎岖的东面运输 明湖屋 对马 辅山 庆上道的山路 如果你去过上述的地方旅游 你就会知道这是多么难走的道路 这档日军的铁炮零件 弹王 火药与火神 供应全部受阻 总是运不上来 当时的日军以铁炮作为核心战法 欠缺这些物资 战斗力打了五折都不止 后世历史学者们公认 日军在占领平壤之后 战力迅速下降 攻击速度减慢 无力再扩张战果 主要就是因为李顺城截断了后方的补给线 这不是救国英雄 什么是救国英雄 可惜这样的救国英雄 也对抗不了政治斗争的魔咒 当明朝与日本达成合议之后 狡兔死 走狗烹的魔咒应验 李顺城在政治斗争中被残言击溃 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在大明与日本议和期间 对手集团的大臣上书朝廷 请陛下派李顺城出海去打击日本舰队 这其实是一个荒唐的要求 且不说此时大明正起罗密谷的议和 不会允许朝鲜军贸然行动 况且就算李顺城出动 但靠水师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陆军配合不可能收复失地啊 所以李顺城拒绝了 但是李顺城没看到的是朝鲜国王的小心思啊 要知道这场议和是大明与日本两方的事 朝鲜方根本插不上话 这张朝鲜国王里言非常难受 所以在朝鲜官场上的共识就是 如果双方谈判不顺利 朝鲜方就可以浑水摸鱼啦 偏偏这种不能说的政治正确要求 李顺城没有体会啊 这要是换了其他政治敏感的人 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收到命令之后 带队出去武双游行几天就好 逛一圈再回家睡觉即可 毕竟以李顺城的威名 谁会说他的不是呢 可是偏偏李顺城选择了 直接拒绝李延的命令不肯出海 这有没有让你想起了岳飞啊 在历史上搞这种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的人 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毕竟当权者最忌讳的事 不是无能 而是不听话 功高正主这季翻天印 啪的一下就打翻了李顺城 接下来李顺城跟家臣亲政有密谋的消息 在朝鲜传的会声会影 最后李顺城就落下一个叛国罪 叛爵士念在前宫免去死罪 但是剥夺一切职务 以白身随军作战 唉 朝鲜军人听到这个消息 无不叹息落泪 后来的故事 我就不忍心多说了 几年后 当李顺城在陆梁阵亡的消息传来时 朝鲜军无不伏地大哭 明军则纷纷将手中的肉食投入海中 以示尊敬 这是屈原才有的待遇 这就是朝鲜名将 李中武功顺城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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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